大家好,我是七十堂猪桥 从2月11号开始猪桥开启了五绒茶试验 因为春节期间胡植海塞了一通 一大袋搁着盒 好多费利罗巧克力 一吃干果就停不下来 直到我抢走 快吃了 说好的爱做饭的健身狗去了哪里 酷叽叽 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 从日本回国9个月 我胖了 我真的胖了 不可能 因为手机太重了 20斤 废话不想多说了 我什么也不想说了 喝五绒茶的第一个星期 接受审判的时刻 真的瘦了 真的瘦了 要说明一点的是 这一个礼拜里面 我确实没有再吃零食 但是因为肋骨剧痛 所以也没有运动 鉴于它好像真的有效 所以我决定给大家 彻底科普一下五绒 五绒的原产地是日本 它的日文名字叫 相传 古时五绒数量非常稀少 而且还可以治病 所以每当采蘑菇的小姑娘 发现五绒的时候 它们就会高兴地旋转跳跃起来 于是五绒也就被称之为五绒 五绒在中国也被称之为灰树花 一般有鲜的 干的 和粉末状的 它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 本身就是减肥减重的好帮手 此外 五绒中还含有一种 叫做MXFraction的东西 这个M 指的就是Maitake 日文的五绒 它不仅可以降低血液中的 胆固准中性脂肪血糖 还可以提高代谢 促进脂肪人烧 五绒茶的做法非常简单 把五绒放在废水里 小火煮30分钟以上即可 但是也有几点注意事项 想跟大家分享 首先 五绒真的不用洗 因为五绒富含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你洗 纤维就白白了 如果觉得不干净的话 把五绒的根切掉就可以了 第二 五绒要煮30分钟以上 这样MXFraction才会被释放出来 记得要换小火 不然锅会干 第三 建议五绒茶饭前饮用 空腹状态更利于营养吸收 一天500毫升即可 千万不要碳杯 不然有可能拉肚子 如果你觉得五绒茶不好喝的话 也可以挤点柠檬汁 再兑点苏打水 一杯五绒碳酸饮料就做好了 混入了奇怪的东西 但是其实我还是觉得原味比较好喝 五绒茶实验还在继续 看看我三周到底能瘦多少劲 脂肪 来拔刀吧